其實可以看到是有比較類似像颱風眼的結構 也代表說它的強度跟早上相比有一些明顯的提升 颱風眼已開而且清晰顧名思義 蘇拉颱風繼續增胖被稱為小鋼炮 就是因為範圍雖然小結構卻很扎實 不排除以第二波巔峰之姿來到強台等級靠近台灣 它不一定登落地點是在台東 也有可能它是從南邊的這個海面這樣通過 也有可能是比較偏向是往比較偏 琉球公鼓這一個地方去移動 持續在菲律賓東方海面原地打轉 等到二十九號開始被轉 也是預估這天發海警機率非常高 接著三十跟三十一號風雨最明顯 氣象局預估從台東到恆春半島附近登陸 機率是最高的 不排除跟海警同一天發布 如果真的如此部分縣市 特別是東南部地區 可能剛開學就達到颱風價標準 但氣象局強調不確定性人高 比較偏南的話 除了東半部地區可能比較容易下雨之外 另外就要留意南部地區 可能也會有一些比較明顯的雨勢 如果比較偏北移動的話 除了東半部以外 可能在北部中部山區 可能都要流行雨勢可能會比較明顯 各國路徑分析確實都陸續往南修 所以沿著巴士海峽走 沒登陸台灣也是有可能 不過以氣象局跟歐洲模式的雨量分析 三十號東半部就感受到強烈雨勢 呈現紅色紫色一片 隔天雨區再擴大 北部甚至西半部也都有可能帶來明顯風雨 到底蘇拉颱風有沒有可能打破四年以來 紀錄成為再登陸的颱風 二十八號答案才會較明朗 推本新聞廉政舟宣SFG小組特別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